我是鄭鴻怡 嘿 和你最会来开讲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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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 是财讯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老谢 老谢你好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是我们第一遍 邀请老谢不要说财经 因为他心情很好 写了一本《老谢的台湾记性》 有时怕咯 有时吃喝 讲到这个吃喝 老谢很少谈吃喝 就要好好地来听 不过先请教你 你针对这四个公道的结果你有什么看法 基本上我觉得莱猪是比较意外的 按照我的了解 一个月前听说莱猪的民意调查 是缓莱猪占75% 占起来就只有5%了 这次倒出来 这个不同意的 居然压倒同意 这次这是最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每一次在选举投票的时候 我心中大概都有一些定数了 比如说台湾老百姓 套过这个选票 要选出台湾的未来 包括人还是议题 这次应该是 原来我意料中 我认为四个都会不同意 但是我不敢说 因为 大家看法都很分歧 这次我连看 尤一龙去做年轻人的民调 我看年轻人都同意了 我想感谢 跟我的想法有点出入 买后出来是四个不同意 领先 这个结果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说台湾人民 还是站在政府 政府这边 就是说 我们这次四个不同意 尤其这个莱猪这个部分 老百姓意志充分展现 就是说 我一直很严心 就是说利用莱猪 大家听到莱猪都有负面 所以这个不容易过 但是这次透过这个大家评论 让政府官员来跟民众来诉求 我觉得那个是给未来公共政策 开了一条很好的路 包括将来日本的核实的进口 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楚 老百姓还会站在你这边 那这一次这样的四个不同意以后 有看到几个未来的趋势 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未来的两年之内 最少政策稳定性 这个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台湾可以勇敢的去追逐 包括我们要加入CPTPP 台美的BTA 国际的经贸组织 台湾要很努力的去追求 因为老百姓已经赋予 这么重要的任命了 这使命大家要勇敢的达成 那第二个呢 核四大概就到终点了 也就是说 大家在讲那个核四啊 其实核四三十年来 都是带给台湾非常大的灾难 因为大家争议不休 那个像拼装车 然后呢 现在终于 大概大家用选票告诉你 核四不能重启 那大家就放弃这个心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反核四 但是台湾对未来能源 包括用核电的发电 它也是选项的 就不要完全排斥 就是说 它在安全无疑的情况之下 也就是未来也许像核融合 它很可能是新的世代的核发电 这个如果安全可以确保 台湾将来可以讨论嘛 那但是我想核四应该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那藻礁的争议 我们已经啊 一波三折了 那这一次人民用选票的力量 让中油的三阶能够很顺利的来开工来进行 这个对台湾未来比较重要 就是说核四 我们在灰核加盈路上 重启核电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们未来在发展力电的路上 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有数啦 就说我们现在都用煤的发电 对吧 所以说我们煤的发电 大概占47.7% 而用天然气发电 大概占28-29% 那这个时候呢 要让燃气发电拉高到50% 把用煤发电降到30以下 这个是在能源转型的路上一个中间的一个权衡的一个政策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绿电的发展不会那么快 包括离岸风力发电或太阳能都要一些时间 那我们如果到2025年的灰核加盈把核电厂都除溢以后呢 我们的太阳能跟离岸风力发电可以赚20% 这个当中让天然气的发电比重上拉高 然后呢把烧煤的比重往下降 这个对解决空屋的问题比较有帮助啦 所以我说这一次台中市民其实要想清楚 也就是说你应该鼓励燃气发电 要三接应该都鼓励 我不是去拒绝三接 我在想如果你三接 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施工 那以后我100%我都用煤发电 你就会就还了料嘛 那这个就大家总体发展上总要有一个新的想法嘛 包括我看昨天郭董说 明年台湾一定会缺电嘛 我很尊重很仔细的读他 到底为什么会缺电 他都没说了 他说反正就会缺电了 这样讲就有点牵强了 你说你如果想 他一说你四大公投投完 大家要承担嘛 承担我就说 好 核四没有通过 我说即便合适重新恢复动工 那也十一年一样的事情 他跟明年没关系 三接那个也是要 两年半以后 我说你现在 你说这 说明年是什么意思 缺电到底什么意思 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也不便评论 但是对于说缺电跟明年有什么关系 跟四大公投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是台湾在未来发展能源的路上 一定要义无反顾 要大刀克服 去寻找未来让台湾没有缺电一律的所有的能源政策 这点我是特别提醒政府的主意 那再来就乃猪的部分 我想后面还有一个路障 就是日本的河石嘛 那台湾的执政者要勇于承担嘛 台湾这次老百姓比较有意思 我们台湾八大管区来中 乃猪超过一百分之一 养猪大户 这一次除了桃园 对乃猪投同意票以外 其他全部都不同意 你现在就说 你到底 这些乃猪的人都没在怕 为什么呢 老百姓是有水准 就政治人物在起放的过程里面 我们上次开放奶牛的时候 在马英九政府时代 你想一想 台湾其实我们养牛很少 养牛除了养乳牛 这些公牛动作肉骨去台以外 台湾没有养牛的产业 我们养牛产业不发达 所以说 你开放美牛进口的时候 台湾一定照单前说 比如说我们进口量非常大 你开放美猪进口 台湾猪非常有竞争力 所以说你开放来 台湾人也不会去吃美猪 我们现在就说 你为了还美猪 你等于跟美国收布 这个付出代价就大了 也就是说台美关系的连结 这次美猪其实更深的意涵 就是说你还美 还美跟支持中国当中 这个话等号的 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美猪上 你跟美国拆取 你站在他的对立面 这个是中国最高兴的事 所以台湾的老百姓 经过这一次的空头 美国人也放心了 你看从彭博 华尔街日报 都对台湾的老百姓 这种高超的水平 肃然起敬 那我想这是台湾勇于表达 又透过公共政策 一个非常好的表述 那这一次就也提醒政府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中南部 你看这是台南高雄 屏东 这个不同一票 支持率都五六十趴 我觉得台南是六十几趴 这个提醒政府 北部这种南的基本盘 还是不容轻乎 所以这次我认为 像郑文燦市长 跟林又昌 就要注意 就是说 这个地盘已经赢 快八年了 结果投出来你都站在政府对立面 这对他们两个并不见得是好事 那这样的情况来看 就是这次说投出来 基本上是一个基本盘的呈现 但是他还透露 对明年的地方政府的选举 他有指标的参考的价值 所以大家很小心 就说这次新的市 投资市 跟鸡党市 都四个同意 这个就告诉你 你危险 就立营执政的城市 你危险了 南营执政的城市 对江花关开始 跟分岭关 跟加仪器 这三个地方 四个都不同意 所以他隐藏 有被翻转的可能性 所以从这一次公投当中 也可以看出 明年的地方选举 也可能充满变数 那第三个角度来看 我想对小英总统来讲 现在这个四大公投同意了 大概给小英总统 更好做事的空间 那未来政府的施政 我觉得要更加积极 跟民众沟通 也就是我们不用怕 如果做得对 然后对台湾有利 那大家就好好去跟民众诉求 不要卖白鸡白手 那我想这次四大公投 对台湾来讲 我想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你看这个国民众摆算掉 以朱立伦坚要有关心吗 看起来没有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的路线 一定要修正 上回我在一个场合里面 这个有人提到 国民党要重新郑重 第一个一定要反共 这个前提 如果你没有摆出来 国民党不容易在台湾 有更大的开展的空间 你就是拥抱你的老的群众 第二个 永宜跟党产收布 就是该把党产抛出了 就抛出你重新再来 那第三个 要永宜接纳年轻人 让年轻的世代 在国民党可以找到发展的机会 这三点如果他都做不到 那我想对国民党来讲 将来应该会比较坎坷 那这一次我觉得 对新北市侯友宜市长 他能够更站在更超然中立的立场 我觉得值得肯定 那我相信 侯市长将来在国民党里面 还是重要角色 也就是说 国民党要找一些 能够对台湾的土地有感情的人 而不是对中国有感情的人 那如果你现在这种 类似赵少康他们这种 年纪70岁以上的人 还是在变成国民党的中流砥柱 对国民党来讲不是好事了 所以一个党的改革 我们也希望国民党会变得更好 但如果你跟台湾的土地没有连结 这个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我们两支搭买在这片土地 你每天搭买他 然后对这个土地毫无感情 人民一定不会把选票投给你 你跟这个土地 没在抱感情 没有接地气 那这个时候这个党你就不容易生存 这个是我想我给国民党一个很忠心的强调 那你感觉这个中二的补选 你怎么赢得赢 现在还有了 但是这次他投出来 大概都不同一票比较多了 那这个就是最少对林静怡有利 我们不敢讲随后赢了 但是像这种传统把持地方很久的 不管宗教或地方派系 其实台湾人民其实应该重新检验 这一次大家检验原型标家族 算是力道很猛 那我想让这些把持地方利益很久的家族 尽量把他们摊开在阳光底下 让人民来检验 我想不见得是坏事了 那我想我们乐观其成 那就这个选战就这样打 我们没到那个选区 很难评论 那你觉得国民党有想要选总统的有几个 我看每个都想选 但是谁能偷赢而出 我看大家都有路障又有主力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经过党内的竞争 最后才能够偷赢而出 那个时间还早 2024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老谢 是来谈他的新书 老谢的台湾技型 你请怎么要下这本书 我其实这是人生的偶然 因为我本来我在想 我如果要出书 一定是跟财经 投资有关 我怎么会出一本吃喝玩乐的书 这有点不可思议 那因为这个十几年来 我到过很多地方 我其实因为我很喜欢爬山 所以我对台湾的山林之美 我去劝台湾 我现在除了马祖没去过以外 就金门啊 什么这个澎湖啊 台东花莲啊 我很多地方大概都走遍了 那走遍了呢 我是觉得说 有很多地方 我是会让我感动的 所以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 我都把它写在脸书里面 我把它留下档案 那时间久了之后呢 慢慢好像就有点那个 好像可以重新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后来我在想 既然这样 因为我为什么要出这个书 我觉得这些年大家 把台湾讲得太不堪了 有人告诉他台湾是鬼岛 然后对台湾讲的都是很负面 后来我在想 我说我看过了台湾这么美 而且台湾的美 你跟全世界比我们一点都不逊色 那为什么大家把它讲得这么不堪 所以我后来我觉得 像类似刘克香 或小伟老师 他们有很多对台湾土地 都有一些比较深厚的情感 那我就想说 因为他们写那个都有很多考证 就是重新去找历史文化 那我就把我自己的感受 我说我没有什么考证的 我反正我就 我到过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地方很棒 然后呢 我把这些我感受到的我的这种震撼力 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 所以我几乎就用到我的在脸书里面 每一次所感受到的 来呈现我所踏过的这些足迹 然后这个因为 通常来讲啊 这个是我这个礼拜跟小伟老师一起啊 我说你那个走路回家 那我说我是用快走 快走然后冲向餐厅 我说两个我们不太一样 我的爬山比较强调有速度感 所以通常来讲 我们几个山友一起 因为礼拜六我参加捷兔的跑步 老师我要打断一下 因为我要进广告 不过这个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财讯文化事业的这一个董事长 谢坚和谢董事长 那老师啊 我看得很厉害就是说 你如果走这个路线 不想忘记的 那个路线固然重要 但那一间餐厅很有价格 越重要 几乎每一条路线都有讲到 讲到一间餐厅 好那功课都会让他老吹 好那等一下我们回来 继续请教这个老谢 来先休息一下这个报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 《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老谢 那老谢这本历里 第一篇就是北斗 有什么你第一个就要介绍北斗 北斗我已经原来我小孩子都读威格的时候 我就住在那 我在北斗住了十几年 现在搬到龙江路 那我每个礼拜 我早上我大概都会坐捷运 坐到北斗站 然后我就下车 然后在北斗的街头漫步 走路走到春天去泡汤 泡个汤 春天酒店 再坐捷运回家 这个是我例行的路程 那北斗的大小街道我都很熟悉 那如果说礼拜一我跑捷兔 如果没有跑捷兔的话 我就坐到奇岩站 然后从那个山上切进去 绕到金剑岩 然后金剑岩再到丹凤山 那要不就从北斗那个公墓那边 那个步道走出来 我就走到春天去泡汤 这个大概就是 我通常假日 没事的时候 我就自己一个人 慢慢走 走到金剑岩附近 所以那一带 就丹凤山 什么大小山径 我其实我都非常熟 我非常熟 所以这个也就是 怕一怕 北斗听说你都去吃金春花 北斗最好的餐厅 我最喜欢是金春花 所以你想一想 就是你到北斗 走走逛逛 然后去喝一碗牛肉汤 切一盘牛腩 炒两个 像金春花有空心菜 白菜 你炒过两道菜 这个也非常舒服 所以这个是 我从来不会点牛肉面 但是我就切一份牛腩 如果一个人是小分的就好 一碗汤 然后两道青菜 这样我就吃得很舒服了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地方 金春花有很多金春花 天水街也有 强德路也有 现在富青北路有很多 内湖也有 荒隆也分店了 因为金春花的老老板 他有很多堂兄弟 所以他们后来都开金春花 但是我吃来吃去 最好的还是北斗 在政战学校对面那一家 那是所有金春花里面最好的 是哦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我都吃过了 是多好吃 他的牛奶当然非常好 那个汤也很好喝 所以 听说英文娘也去包 以前他骑着摩托车 就是这个 我又一次去吃 英文娘全部被他包了 没有牛肉 所以 郭台铭也常去 对不对 他有一次带刘洋伟去吃 有人把他拍下来 所以 他有一天的口 带刘洋伟 他们一起打球 所以 这个是 大家比较老涛级的 你在北投的中央南路 就可以看到 我们金春花在那个地方几十年了 我已经出了他几十年了 我对北投的金春花非常有好感 你来里也说到晴天冈 晴天冈 我们那很多牛 杨明山我最熟 其实我左遍了全台湾 最美的地方就在杨明山 杨明山有很多种走法 你如果住在天母 就天母古道一路上 上到文化大学 这个是水管路 大家很熟悉 杨明山有很多山径 比方说你要走最长的 从风跪嘴上来 然后走到就可以到晴天冈 中间有很多草原 如果说你角力很好 还有杨明山十年峰 十年峰怎么走 你如果从北投的青天宫 开始往上爬 第一个向天山 向天山再来面天山 面天山再往下 你就到西峰 西峰再来就南峰 南峰再下来大屯祖峰 大屯祖峰走下来之后 你可以巴拉卡 然后再到七星祖峰 那七星祖峰再来东峰 下来等冷水坑 冷水坑就是 再来地高山 地高山你舍一天 舍到石梯影 再到顶山 再接到风跪嘴 都走到山 所以那个加起来 大概有二十七号 你说青天冈有看到旧 让你感觉很 回忆起你的小时候 你说你爸是旧翻了 这个青天冈 我这次在疫情开始爆发以后 因为管制很严格 很多山镜都轰了 所以我就自立 包括捷徒也停止跑步 后来我在想要找一个 人少的地方 没有管制 所以我从五月开始 我就到平等里 我平等里也去找那个 内疗古道 那条路没轰 没有人轰 也没有人走 我们走在那边也不要戴口罩 因为路上没人 所以我就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每个礼拜都去 而且走不同的路 它有马礁古道 双溪古道 然后一路上去 上去就叫做北无子草原 北无子草原很辽阔 草原维持得非常好 它很多層 有点在泡澡 你看到 那个有多牛群 有些刚生小牛 你就站在草坪上 看牛在泡澡 看牛在吃草 那个景象 其实我们看的都很感动 所以我喜欢在那边 没事坐在草坪上 看着牛在吃草 对我来讲 我小时候放牛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又一次看八枝牛 去吃草 在其中间 向我说 批准我出离 好 因为我爸爸当牛犯 我家里通常绑很多牛 那我一直把他绑在一起 拉去墳墓边出草 牛突然跑了 我把其他牛绑起来 去追那只跑掉的牛 我当然追不上 那个牛 居然跑回家 所以那个牛是有灵性的 这个不得了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家叫买牛卖牛 这个就 你看牛 跑掉的时候 他还知道跑回家 这个不容易 他就关门几天 对不对 然后 像我感受到这种牛的乐趣 就是说 我一次 看一只牛去吃草 那只牛非常庞大 他身体比一般牛多大 我吃这个 要看回家 到中午的时候 他一颗大龙树 他都要出来了 我说 他到底要做什么 牛生的小孩 我也不知所措 我没看过牛生的 什么小牛 他都要出来了 没多久 那个小牛生出来 我就看着他 舔了他的羊水 联膜 吃进去以后 把他咬断 那个小牛 大概隔了一两个小时以后 他就前脚蹲起来 开始找奶 然后后脚撑起来 撑起来 过了两个小时以后 那个小牛会走路了 我开心的 不得了 我砍一只牛出去 回来变两只 不得了 人生最大快乐 那个是我印象中 很快乐一件事 因为我很恐怖了 我砍一只牛 去人家 插秧下去 那个秧苗 整片的 他只吃一片你知道吗 我砍一只 我都会抓到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很紧张啊 又着急了 我再拿针条 我跟他讲 那个牛 猛然回头 刚才牛肝 去扣起来 我以前 小时候都穿短裤 男色短裤 那些牛肝 对褲子那样扣下去 那个裤子 差点掉下来 碰出车 你没叫他撑到 你是车就掉下来 他车就掉下来 就穿过来 我吓得魂灰魄魄散了 回头太怕了 我买了 小学了 两个星期 惊魂未定 我够恐怖的 那个是一生难忘 你知道我去扣就 这次妈妈做产会 那个是 一瞬之间 那个是很可怕的 因为他 他正在吃草 在最生气的时候 你给我给他讲 这两件事 我终身难忘 所以我一生跟牛有非常密切的演员 所以我看到牛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回忆 所以我最喜欢的 我就站在杨明山的草原 后来 我大概花了 那都是压生的 那都是压生的 我就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把杨明山的十五座草原 我都把它弄清楚 要怎么走 然后那边有什么特色 我就把它写下来 所以后来财讯有去把 把我走过的路 重新做一个报道 现在我就发现有两个状况 很足够大家注意 就是杨明山的十五座草原 现在有一半 大概被芒草淹没了 就是过去这两年来着 我们有经过寒流 那个温度 零度 有落泻 牛群大量死亡 最近监察员没什么报告 比如说牛只死亡以后 本来杨明山要有牛去吃芒草 现在牛死了以后 大量死亡以后 芒草重生 芒草生得太快 淹没原来的草原 原来的草原很漂亮 不然芒草发起来 就双蚌架 双蚌架笼造 我都没看到 所以我有一次跟企业建议在谈 就是说 我们没有在政坛 去改装来 如果发动 就是想办法大家去满草 像杨明山的草原 能够让它早日恢复 不要被芒草淹没 另外就是说 我们应该想办法 再多养一些牛 比如说要放牧 鼓励大家在阳明山去放牧 比如说我们过去 限制牛的走路的范围 芒草也要看小姐 现在如果你给它打开 能够让牛群 能够在阳明山能够自由自在吃草 那我想牛可以去跟芒草共生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阳明山的生命的力动 它会比较延熟 就回归阳明山原来的风貌 那这样我想这个也是 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去感受一下 我在想说 如果阳明山全部被草原覆盖 那我们的下一代 很可能看不到原来阳明山之美 这是可能我们可以考虑的地方 这个讲到阳明山 那里有一个竹子湖 那老谢的书里面有提到说 那里有一间米其林级的餐厅 或者玉龙谷餐厅 这间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它其实 我们到地方 我们都去吃灌尘 灌尘附近几十斤 玉龙谷是在另外一边 我们到灌尘是在往右边 那玉龙谷是往左边 那往左边有一个 又左转的车道 它有招牌 你写叫玉龙谷 那玉龙谷 它那个是 那个老板很久了 但是玉龙谷有一个很好的特色 鸡 鸡很胎 所以那个鸡肉非常好 甜 真甜 那个是我吃过鸡肉 我觉得排名前几名 台湾卖鸡肉 茂园的鸡肉很好 那玉龙谷的鸡肉 因为它鲜甜 就是它鸡都很胎 煞起来保证好吃 剩下来比如说 它养的鲁鱼 它自己吃的 也很胎 所有东西你新鲜就好 再来就是你可以 剩下就是它自己种的菜 你种的菜里面 菜很多种 十几种菜 你知道吗 你现在摆在那里它就在柜台上 把所有每一种青菜都摆在那边 你要吃菜 你把它点就好了 对吧 我们吃很简单 你说我一盘鸡肉 叫蒸一条鱼 然后剩下全部都蔬菜 蔬菜你还可以把原来煮过 撒过鸡的鸡汤 还煮汤 蔬菜汤 这个你其实花钱不多 你两千块就吃到本金了 但是它确实是很好 所以我们通常在阳明山 要找吃的地方 我通常都会选择益龙骨 那我很多人讲说 你今天在介绍好吃 你不舍我 我说要我写 我不会随便写的 我说那个餐厅 一天就得选 我买介绍也不行 我说你去 为了你的信用 你也要有特色 还有感动人的力量 比如说你去这间餐厅 一定要有你的特色 你好吃在选择 我们觉得很好的 我推荐给别人 我良心不会过不去 你很坏这些人骗 这就不行 所以我书里面 即使会让我写的餐厅 都有感动我的力量存在 是是是是 这个老谢 他有 里面有写到 这个吴念真导演的故乡 金贵酒到九分 那里有一个 做水金酒 水就是水南洞 那里头脚 你说有一间餐厅 叫做海员 海员 有多好吃 海员是我所有走过餐厅 没了第一名的 他不是饭店的餐厅 你想 第一个我们先从爬山开始 我们通常要决定去吃海员 我们都会先把车停在 这个金瓜石的嵌祭堂 或是他的山下 然后往上 你到金瓜石那个博物馆 再往上绕 通常来讲像树梅林树梅坪古道 从那个地方进去 到到这个雕山古道 雕山古道呢 你出来的时候还可以到餐馆寮 餐馆寮你再往前走 就就这个这个阳亭里古道 那这个是一条线 然后你也可以从茶壶山上去 你走茶壶山上去之后呢 可以到半坪山 你茶壶山有一个蚌坪 那个曹湖山那个山顶 他到山洞转过去翻过来 然后你就走半坪山 半坪山下来接参观了 参观了可以参观这边 回到这个博物馆 这个是一条我们经常走的路线 有当时你驾到 有时间比较短你就驾到牡丹嘛 那个也是一种走法 所以那一带其实我们非常熟 而且那一带风景非常好 我感觉 老师这款吃饭是最好的 就是说你先背参背就腾腾了 等下来吃一顿好吃的 这个海峰其实我去几个边 老师说海峰不好听 不好听啦 第二那人客有够多的啦 那个翻作率 他原来还没那么好 是我经常写他 写到最近海员 我前一次写一条花脸 但你再说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老谢 我感觉这款运动不错 就是认识台湾 然后认识山林之美 又可以运动 然后又可以吃好吃的 等一下继续来请教老谢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播放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他的是老谢 如果你有听这幕 你一定觉得说夭壽 现在几点你跟他说这个 不断挡腰了 那这个桃拉公的海员 他就前面就是海 确实是超级好吃 我觉得他比米其林还好吃 我们通常到鼻头角 你就鼻头角的步道 从鼻头国小上去 走一圈 这个轻松的 所以老少嫌疑 他有一些阶梯 你就山逛一下 再回来海员吃饭 我把海员四面八方 包括他对面的山 我都走遍了 这个 我从海员 也给到很多想法 比方说 我们以前去鼻头角 都去阿猪 因为阿猪是在地的 后来我吃了海员以后 后来我有朋友 他说他一年去海员一百四 他说他有这么厉害 我就不太相信 我就吃一下 我后来发现他真的是与众不同 第一个 我到餐厅 尤其卖海鲜的 我对蒸鱼的技术 我非常重视 所以说我们看怎么看一下蒸鱼 一般的餐厅 他真的沾很多豆油 大概什么葱 一大堆佐料 去蒸那条鱼 海员那蒸鱼 他没有加什么东西 他就那个鱼蒸到 那个出来汤汁是乳白色的 汤汁他也没有加别的 这个原汁原味 而且那个蒸出来那个鱼 恰到好处 海员最美味是什么东西 他蒸出来的汤汁 饿饭 好不得了 那个胃口大开胃 那个汤汁原味 我一次去过河 我同样点一条鱼 一出来 我的豆油出来 那个汤摸摸摸 那个技术差太多了 所以一个好餐厅 他最重要从蒸鱼开始 然后我们现在吃 我平常不会到大饭店吃饭 也不会请客 你看你海员 比方说你烫一盘虾 这个套汁 你可以三七米也可以 要不然就稍微烤一下 不然你去炒什么 这个芹菜 这个都可以 另外海员里面 像这种龙胆石斑头 他用拼的 用酸菜 就在炸 那个味道实在非常好 那你如果再来上等一点 麻油 面馅 龙虾 这个也是 他的结果 这个就是说 好 像我们到海员 通常都会去找那个好鱼 就是说你在台北 要吃到新鲜的好鱼 不容易 那海员通常来讲 他有很好的鱼 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吃到现在为止 鱼 压心爱死的 一次我就知道了 再来活的鱼跟死的鱼 我一次就知道了 我已经变很内行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 如果有碰到好鱼 比方说 老板你说 今天有死鱼 你不想 好 死鱼 你就一半 做三四米 自生的 你看一半 去清蒸 你就会非常的爽快 我大部分你都是用蒸的 后来 因为我常介绍海员 他说 我上个月 吃了一条花 他说灰脸 花脸很少 现在他说 人家说 我要吃摄金 花脸去买鱼 我说 你这一位 他说 一个月来 每天都有人问 所以 传播力道太强 但是 我所有介绍 朋友去海员吃的人 没有一次漏气的 所以 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种他们 男先男太太 他们在经营那个餐厅 实在非常用心 就是说 因为他对客人 他非常的 服务周到 亲切 亲切 你看 我无法算他的翻周率 我这次11点 人家就欺负了 吃完就 一匹一匹 我猜他中午应该三轮 晚上 想这边两三轮 那这个 你哪里想象 所以那个鸚鱼 一定非常大 所以 你可以想 同样在比头角 你看我们原来吃 阿猪 阿猪 现在走到海员 这个就告诉你说 你同样经营餐厅 你一定要有很多创新 所以我书里面提告 除了海员以外 我非常推崇 那个十定有一家叫野燕 那个在奔山上面 他比较特殊是什么 那个老板 那个一老家 他对海鲜有独到的 他每天都到市场去采购 现在他在山顶 你到了十定的 那个到奔山 三车都在一公里多 那个海拔蛮高的 你如果走路 你拼不拼不拼 那个很难走 车开上去 其实很陡 你山顶 去买海鲜 你无法想象 他生意好到不得了 原始场是海鲜 他卖海鲜 在山上卖海鲜 十定 所以十定 我们从福宝那个路上去 这个就告诉你说 像现在很多餐厅 像最近很多人在讲 台湾经济成长率6% 为什么一道的餐厅倒闭 我说大家要知道 在网路时代 网路的行销 像我们这种 像我介绍过去参加 到底生意好到不得了 这个就说 你即使餐厅开在湘西门町那种 热门路段 你如果经营没得选 你也会逃 但是人家开在很偏远的地方 结果 生意好到不得了 就是说 那个基本面 就是说 餐厅你如果有基本面 你的菜好 还有气温好 还有你的食材好 像我们吃这么多 我都觉得将来好餐厅一定要遵守几个原则 食材要好 你说海源为什么它很成功 海源它一定高价去收购那些钓客 钓上来的好虚 这个它的价格一定比别人高 所以大家钓到的虚 人家去钓鱼 钓鱼它又跪跪了 没有人家 它又有助 它又有助 所以这里面食材跟它的烹调手法都兼具 这个是首相无敌 比如说我们可以开车一个小时 为了去寻找一家好餐厅 所以我通常来讲 我礼拜天爬山 通常都先找好 说孩子要多吃 多吃个餐厅 订好餐厅之后 再去找那个山路 所以这个就变成 我们以为是很快乐的一个 嫁入的这种爬山的理由 开始 可以稳重够期待 待会吃一档 好吃 好吃 酒店要访三里十二号 对 我有看你去 野院食堂 对 你说淡然古道 有一个阿丹姐 那间也很好吃 阿丹姐是在寿山宫外面 他可能只是家里才有开 如果你到太平产业道路 你到寿山宫前面 他就参加阿婆交白 他就是 加入他会帮你 这个 胡菜丹 他会放在 煮菜你就吃菜 他的菜也没有说好吃到哪里 但是方便 比如说 他就像一般般苹果 菜煮煮的 你八山八山 你也好吃 对吧 重要 你如果跟海岩比 他当然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 在那个很偏僻的地方 你还可以像阿丹姐这样 我觉得 那个也是可以帮你解决一餐 那一线是所有台北里面 步道里面 淡然古道里面 最漂亮的 所以如果一般人脚程没有很快 你就走在那个淡然古道 去写写的 你想你走的步道 右边你走步道旁边就是北市溪 潺潺流水 潺水绿色的 潺潺的流水声 那个是心旷神医 像那种步道 其实台北市是少见又美丽 又很适合一般一般人走的大众健康的行走的步道 通常来讲 阿丹姐是比较简单吃 那如果你到太平那边 我通常会到大西 这个宜蘭的大西 有一个叫庙口 那个庙口在马路边 他一样也是海线 就是说你如果从台北开 北海岸 那一条线 海员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庙口小师 庙口也是 他有那个红金麦 很好吃 红金麦 你说用苦茶油叫他 煎 煎麦 那是哪一间 那个在内洞 内洞 但那间现在 我上去去 他又没有了 他塞了出来 他老板说 老板回来台南 店主要订给他 他现在还在随习状态中 我上回去 我认为他有一个是 是这个卢曼 用炼的 我说卢曼你怎么做 他说他没在买这味道 我说你卢曼用苦茶油煎 过来就这锅油用炼 我还教他 做出来还不错 那个叫内洞美食 那一家餐厅原来不太起愿 我经过很多次 我没吃过 但是我吃了一次以后 我觉得还好 他有卖那个卢曼 我说卢曼 他对卢曼没很重 但是我们外面去 吃到卢曼都很开心 所以我跟他讲 这是压生的吗 压生的吗 我也不敢问 但是我说 他说这很贵 我说你只要做的好 价格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尽量给他垫下来 那一次我觉得蛮好的 我吃了再一次而已 他也有鸡鸡 他也有鸡鸡 鸡鸡是很难吃得到 有没有鸡鸡我也吃一次 我觉得还可以啦 那间是福宝饮食吗 不是啦 内洞就是内洞美食 我们去内洞 我们不是有一个步道 内洞 大家可以享受生意 他有瀑布嘛 对不对 内洞走一走出来 他就在那个要进入信贤的 这个信贤国小的附近 往内洞的方向 所以那一家餐厅就在马路边 所以这个是 那你讲到福宝 福宝是在石定的这个街头里面嘛 福宝已经我看半个世纪了 福宝是笑过后啦 所以你知道福宝 其实他就豆腐啊 然后福宝有一个老板娘 这个快炒蛋啊 那个他炒得很好啊 他能用快炒啊 用肠子炒啊 他很好吃你知道吗 所以福宝的豆腐是没话讲 那他三层肉也很好 三层 所以你知道福宝 其实你到石定 就在石定的老街 他旁边不是有卖豆花的吗 他福宝就在旁边啦 所以那一家其实 你说再炒几个青菜 我看一餐一千多块就打发了 而且你会吃得非常非常开心啊 真夭壮 这个时间叫你来说 这个是吃得要胜 我常讲 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啊 每餐都要吃 你吃到好吃的跟吃到不好吃的 感受差很多啊 所以既然要吃就 不一定要找最多的 但是你找到有特色的餐厅 好好犒赏自己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的享受 吃得好吃真幸福 因为这个餐厅里面有介绍到台湾的北部 中部南部跟东部嘛 那讲一讲你的故乡 你是西里人喔 对 你事实上要再去种那个蒜头呢 我没有种过啊 我觉得我无照也见了 我们小时候 我家 顾多比试 欸 我我们家有一甲多田 哦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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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睡啊 那个每次 水杯啊 这个放水的时候 我们到那里没水了 我半夜都陪妈妈去放铲水了 我们放铲水很可怕 要先把别人的那个洞 先把它塞出 水流到最后一睡 灌满了 才把别人打开 你这样回去 轮友灌溉你这样是偷水呢 没办法 为了生存 在那个年代 那是很可怕的 这个是很苦的一个菜式 所以我们以前去放完天水 早上去学校上课 大家也打瞌睡 啊过来 到冬天的时候 你讲那个大蒜 花大蒜喔 烤蒜啊对吧 那个很可怕啊 那个冬天三点钟 凌晨 我老板就用花的 就叫你起来 叫不起来用光的 所以那个 起来 那个天气很冷啊 穿鱼衣啊 抑寒的啊 然后 你脚喔 要烤蒜啊 那个田是湿的啊 它落下了 对不对 就像大翅脚啊 穿的很高 大翅脚就在头上 那个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脚也变了对吧 然后弄完以后呢 你看 烤蒜还是烤蒜 要洗 要搓 站在水里 去洗蒜头你知道吗 你的头筋 都抹 你知道 那个时候 那个溪水 会沉烟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冷得沉烟 所以 回去再把那个蒜头包好 整屋睡好时 拿起来 对 到学校 没有不睡觉的 你过学校 过去到政大 到师大户中 我跟你说嘛 我们这个年代 我小学六年 我从来没有把书包打开过 你知道吗 我也不晓得啊 我到学校做功课啊 我到 我后来初中 我背取考到 正新中学 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抽印 有一次初一的上学期 期中考 期末考一号 去考那个 跑四百公尺啊 找一个人有没有分 我们以前都是坐校车嘛 从西罗坐校车 坐到抖六啊 坐到抖六 然后那天快分倒了 我刚才砍在桌子上 训分一下 我没有参加升级典礼 我以前都是直接 四八八都要做 一天就没有校车 校车吃不到 我看班上同学 都坐在那边看书啊 我跟他问 他回来温书功课啊 我家没书桌啦 我读到初中一年级 我现在没书桌 没书桌 我回去跟我爸爸讲 人家都有书桌 我没书桌不行 晚上要写功课啦 我爸爸去买一个书桌 没胶子 放在本城上的 所以一年下来就进宿了 我从有那张书桌以后 我进步神速 我第一次初澳上学期 全校进步讲 厉害厉害厉害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老谢 老谢艰苦孩子 说一下 他现在这不简单 要认识师大附中 要认识政大 要认识政大研究 我大个问题 我生命中都从后面 一路追赶的 好 那我们不要说太多 因为这台中介绍 好吃的餐厅太多了 要么你就去买书 老谢的台湾剂情 有时走路 有时吃喝 金周刊出版社出版 老谢多嘉 多嘉 谢谢 那我们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